1950年,解放军二军武师的一个家强连 奉命前往新疆最南端的戍兵手枪 走了整整一个月才到达了目的地 想要上勤查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八个野人 在询问对方的身份之后 一听见是中国人,脸上都是洞窗的野人们激动不已 痛哭流涕地说,你们终于来换房了 要知道,这只解放军的家强连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派遣来这里戍兵的第一支队伍 那遇到的那些野人到底有适合身份 他们的结局又如何了呢 解放军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里竟然有一只叫做塞拉图的寿所 而那群看起来衣衫不整,像是野人的 竟然是国民党遗忘在雪山上的戍兵官兵 他们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为何四年无人换房,依旧坚守在这里呢 自从左宗棠抬关收复新疆之后 为捍卫国土在塞拉图设立了上所 派遣清兵把守 国民政府接手了整个中国 新疆作为国土西北部的边境 自然也要接手 好在当时的新疆都军杨增兴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 主动归审了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党军队派兵来接管的时候才发现 哨所里的清军老兵就剩下17个人 因为常年消息闭塞 他们都不知道清朝早已灭亡 一直坚守着国民 为了捍卫领土 不被西方列强觊予 接手塞拉图后开始扩进上所 变成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大型军事攻势 还存放了半年的粮食供给和水源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这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哨所 物资供给被严重的削减 但戍边的士兵们依然坚守在这里 靠着捡牛粪人烧过动 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相关制度 这里的边防部队每年都会来换防 1946年 又一批新的哨兵来到了这个条件艰苦的哨所 本以为第二年就会换防 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年的事件 因为蒋介石挑起了内战 大部分国民党的军队都陷入其中 本就自顾不暇 自然就没有人会想起 这个远在新疆的哨所困防的事情了 就连正常的物资供给都争断了 哨兵的日子更加的筋难了 这里因为海拔太高 生存环境恶劣 昼夜温差极大 晚上冻死个人都是常有的事 想要自力更生 自己种点粮食更是一种奢求 因为这里一般的农作物根本就无法存活 很多的战士们 也因为无法是用高原缺氧而病倒 很多人都脱下了军装跑掉了 留下的哨兵有的病倒了 有的不生牺牲了 他们就把牺牲的他安葬在哨所的外面 想着等到有人换房的时候 好将他们带回家 四年之后 看到一支军队向哨所走来 仅剩的八个人欣喜不已 仔细地整理了军容 还将枪给擦亮 走近才发现 过来的队伍穿的军装不认识 这让他们提高了警惕 双方都端着枪 谨慎地看着对方 听见说的是中国话 才放心了下来 还好不是外军入侵 滚蛋的老兵还笑着问道 兄弟 我们的军队什么时候换新军装了呢 这时解放军才反映过来 这应该是被遗忘在雪山上的国民党老兵 他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 坚守了四年 为国忠诚的品质 让人敬佩不已 带头的牌长感慨不已 拍着国民党老兵的肩膀说 我们来换房了 听到这一句话 这些老兵泪流满面 你们终于来了 牌长跟他们说了实情 并表示 无论是回家 还是加入我军 都非常的欢迎 都来去自由 因为他们不为条件的艰苦 完成了捍卫祖国边疆的使命 得到了应该有的油胆 接手了这一哨索的解放军 依旧坚守在祖国的边境 实现自己保家卫国的使命 为戍边的战士们 点一个赞 这一哨索的解放军 这一哨索的解放军